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3日 星期二 我记得早两天市场虽然比较反复 但指数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2万5千点左右的水平 即是形态当然反复大远 始终跌穿了10、20和50天线 但情况也不算那么差 最低限度 在2万5千点左右的徘徊 始终有一丝的机会再涌回上去 但到今天情况就完全是一面倒转弱 先看指数 早市指数跌至263点 去到24,688点 已经跌至25,000 虽然其后有点反弹而高见24,794点 但没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结果在零税沽压涌现下 指数一度低见24,618点 而直到现在大约3.15元左右 整个市场就在刚才所说的区间里面 是反复略为大远的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24,618点 今天暂时的低位 相对今个月10日的低位 24,481点 是很近的 只是137点而已 直到现在这分钟 11月份暂时来说 都是先低后高形态 但指数是由10日的低位24,481点 升到16日的高位25,746点 但指数如果能走在10、25、10天线上 不用说当然是试顶 反过来 现在反复在10、25、10天线下 技术上已经转弱了 加上又漸漸跌至25,000点 形态上是真的有机会试试的低位 直到这一分钟 我都认为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情况下 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五个交易天之内 即是在16日出现了25,746点 这个高位的那一刻 指数只要一直在12、15、10天线上 是绝对有条件有机会 进一步向上找高位 但事实上 经过了这个星期 连续五天的下跌 情况已经有点明显转弱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23,681 24,481 这里本来是形成一条短期的上升轨 但今天跌这二百多点 低开二百多点 已经跌穿了这条短期的上升轨 即是技术上 形态上 现在要看回这个支持 24481 一旦失手 下面就网空了 换句话 后续市如果要再向下找低位 找支持 就要退守到 23,681 大市始终反复大远 很明显 但问题就是 传统蓝筹现在是整股 包括汇控 中移动 平保 广交所 甚至乎友邦 都不是有太大高高额 唯独是新经济股 尤其是这几个主要成份股 略为反复 最弱势的 不用说一定是阿里巴巴 再试上 早前的低位132元 令到整个市况 就算不是有很重的沽压 始终买盘是虚险 加上 有不少资金 即是投资移民 炒了美股 炒完美股 其实不是那么轻易回流 因为 道指今个月18日 创了历史新高 达到36,565点 纳指昨晚才创历史新高 16,282 唯独是港股 是私人读潮水 在这种两极化环境之下 很难会有一个憧憬 即使你今天买首货 希望走短线 可能3-5% 你不离场的话 你又输回3-5% 我不觉得市会大跌或大插 但始终3-5%的拉拉脚脚 很难避免 最好这分钟暂时要观望 不过真的要入手 真的要做一些捕捉 一手起两手指 细细细细大大声 输了都不会痛 这样就最好了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3星期二 股市是第五天下调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 恒程指数先低开263点到24,688点 曾经一度轻轻的反弹到24,794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反而就是固盘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的下调 直到下午左右指数已经曾经一度低渐24,618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股市是回到333点 当然相对这个10号的低位24,481点来说相差也只是137点的 好了一直以来 我都说这个月的低位是从10号的24,481点上升到16号的高位25,746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五个交易天之内 那等于说股市要是不能够往上攻破25,746点的话 信下的可能性当然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月的低位 现在看这个情况 这样的机会是很大的 尤其是指数直到目前为止 不但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之下 还有一点现在距离那个50天线 好像是一点一点就比较远了 所以暂时来说 我想就算是没有太大的估计 主要能难求 轻轻地往下回调多一点点 指数已经可以碰到 也可能会跌全这个月的低位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那等于说 10月份的股市是有机会变成一个先高后低 现在是23号 10月份信下交易天不多了 只有五天 这个星期五已经是这个期指转仓的高峰期 那星期四跟明天我想应该没有太大的动作了 尤其是大部分的股份还是反复而带远 暂时来说 只能说一句 抓货比较少的朋友 问题当然是不大 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吃货能力 可是抓货比较多的 现在就那个压力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到最后可能还是逼着在低价把股份估出去 既然是这样子的 不如早一点做一些风险管理 若是感觉到有一点压力的话 比如来说你抓了一千股像阿里巴巴来说 现在今天最低价位133块钱 距离上一期的低位132块钱已经比较近了 当然人家把股多块钱买进来的现在就很难做了 舍不得卖的 可是最近买进来的 现在股价已经是一步一步下市找钱的低位 一旦跌圈132块钱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估压出来 那现在自己尽量做好一些风险管理就比较好了 再看一看 主要南筹方面大部分都是反复而带远 不管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的股份 现在看起来一众的股份要是在这个水平 就算是不会怎么样大跌 我觉得股市反复带远的走势也很难改变 因为所讲的友邦 汇宏 相关教育所 还有平保 还有利盈股 这些主要南筹 暂时虽然说是安兵不动 要不要太大的股仰 可是新经济的股份 大部分都是反复带远 这个对指数来说会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这个大家留意了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这么诚 好 不错 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